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了 社会要比学校来得复杂得多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 很多年轻人会变得不知所措 无所适从 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应该站在哪个位置而彷徨失落 那么年轻人究竟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 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今天这个问题呢 我希望都是年轻的人听 可是在这个时段 可能青年人不容易听到 那多半是家庭祖父或者是妈妈 或者是姐姐或者是亲戚 我想如果听了以后呢 可以转高那些青年人 也是刚刚毕业以后进入社会就业的那些青年朋友 我是还是站在法师的立场谈这个问题 也就是人进入社会的时候 等于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样的 我们刚刚出生 这个世界完全是陌生的 我们进入学校 刚刚入学学校里的环境也是陌生的 进入初中 进入大学 那都是一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 都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啊开始 那我们年轻的人呢 学校毕业了 不管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国中毕业 或者是呢大众毕业了 毕业后总是要就学 要就医啊 这是正常的 人也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人生的警戒 也可以讲 这是真正的成熟了 成长了 真正要担负起一个人的责任来了 但是 学校的环境 跟社会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人和事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一样 所以呢 进入社会之后 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啊 可能会有一些 幽泪恐慌或者是失落感 这也是正常的 就好像我们要出远门一样 没有到过的地方 到了一个远的地方啊 会有这样子 或者是刚刚出远门 那个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有一点呢 不大放心 也有一点不大了解的 像这种情形也是正常 可是呢 不必担心 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 一步一步地往外走的 现在我想啊 要提供的建议呢 就是年轻的人 刚刚进入社会呢 不要理想太高 理想太高 可能就是个梦想 那我们呢 第一个 我们要看看社会啊 是不是我们 所希望付出的 那么就是社会所需要的 第二个呢 我们能够付出什么 社会要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的理想太高 就是在学校里边 所想的 所学的 就希望到社会上 马上就用到 或者是呢 希望到社会上 就遇到了 我们想象之中的 那么好的同事 那么好的老板 那么好的工作岗位 这个可能呢 会奢望 因为这个是一个 另外的环境 我们学校里所学的 可能就是你 说这个 现在进入社会啊 工作的时候 说要用的 但是呢 可能根本用不上 另外呢 我们自己本身呢 所学的 而且所希望奉献的 不一定呢 就是社会所需要的 因此 进入社会 那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啊 学校里所学的 而在学生时代所想的 暂时呢 要放下来 一定 首先呢 就是要一个心理准备 进入一个心理时代 心理一个时段 人生的一个心理过程呢 学校里这是一个基础而已 那么 如果说是一个大的公司 或者是一个大的呀 一个机构 打开一个新的人进来呢 可能就会给你们呢 做一段时间的 员工的训练 我在前一个星期呢 也到了一个司法官训练班呢 做了一场演讲 那么这个司法官训练班 都是在大学里边呢 法律学比一 而且呢 已经呢 是高考几个 就是啊 已经 就是司法官的资格 能够 可以当司法官了 可是还要 经过啊 一段呢 专业的训练 本来学的是专业 还要 经过一段专业的训练 那么我也知道 几位 几个大的公司啊 新的员工进来 一定会有个新的训练 那就是说这个 设计的工作训练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呢 人就是活到老 说到老 那就是啊 一个心理面临的开始 自己的理想不要太高 现实就是现实 然后呢 我们自己能够付出多少的 我们自己啊 这学习的能力 我们的体力 以及呢 我们的这个智力 能够啊 付出多少 能够学习多少 那我们尽量地学习 不要呢 要求自己太高 但是呢 希望自己尽力而为 这样子的话 是最起司机的 因为我们呢 我常常做一个比喻 我说 我们如果假如开个面包店 可是你仅仅是 给人家面包吃啊 有的人要吃饭的 有的人 要吃面条啊 有的人要吃 另外的东西 你仅仅给人家面包吃 可能不行啊 所以我们呢 进入一个新的工作岗位 或者是一个新的质义的开始啊 我们能够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能够修到什么 就是修到什么 至于未来 所以这个四年 二十年以后怎么样 那 再说 我们现在 先有一个质义 先有一个 这个 这个 纸巾能够啊 生存的 生活的 能够有奉献的 一个列作点 有了 这个列作点之后 你再 渐渐地 往前呢 开展 那 现在的工作 不一定就是说 两年以后 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 你就是这个工作 也可能呢 一辈子就是这个工作 一直做下去 但是呢 你不必考虑这些问题 首先考虑的 不要想到是不是 修飞自用 或者修医自用 而是现在 有个工作 就是很好 那么如果这个工作 做得很愉快 那就很好 做得不愉快呢 你也要练习着 如何适应这个环境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使得我们呢 能够很健康 很愉快